很多人趁着廉假是到了高雄 因为都是想要来看看这只黄色小鸭 而的确在中秋节当天 这只小鸭充满了气 而且是气势登场 可是不到20个小时就因为台风的关系 昨天中午就紧急消轰了 但是让人好奇的是 这一只18公尺高的巨大鸭鸭 它的肚子里面长什么样子呢 还有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7分钟之内 立刻充气完成 接着透过东森新闻的镜头 我们要带你到肚子里面一探究竟 从充气栽到完成 黄色小鸭只花了短短7分钟 看似平凡的黄色塑胶皮 充气后变成人见人爱的小鸭 到底肚子里藏了哪些不为人质的秘密 跟着护肤慢的脚步来到鸭屁股 这条拉链就是进到内部的入口 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三个吸气孔 而来到内部 工作人员每个步伐踏得小心翼翼 因为黄色塑胶布底下 是支撑小鸭立起来的大型骨架 所有人必须踩在骨架上前进 否则塑胶布容易破裂 而里头这两根长长的抽风管 从外头延伸连接两台骨架机 就是让小鸭快速充气的秘密 而抬头往上看还可以清楚看到 塑胶布外的小鸭眼睛和小鸭嘴巴 简单的说黄色小鸭肚子里 底部有大型的骨架支撑 拉链旁边共有三个冲锋口 两个连接骨架机把气吸进来 透过两侧让小鸭可以保持骨骨身体 而另外一个则是预留 可以从外头连接骨风机 加速充气速度 同时也能不间断地注入空气 让鸭鸭无时无刻直挺挺地站在浮台上 当然用240片PVC塑胶材质缝纫的小黄鸭 每块部的衔接点或不慢 也得一一检查不能有破洞 最后要是小鸭遇到紧急状况 必须在短时间内小鸭 最快速的方法就是把鸭屁股的拉链打开 运用简单的原理 黄色小鸭能曲能伸 小鸭快速变大 或者是小鸭变鸭皮轻轻松松就能完成 东方四鸭红薯珠一家熊在高雄报导